大家好,我是牛妈 今天是元宵节 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然后再给大家分享 非常好吃的奶黄流沙馅的汤圆 今天的汤圆用了12克咸蛋黄 所以是特别的香 先将咸蛋黄喷洒白酒去腥 然后放烤箱200度烤8-10分钟 完全烤熟 烤熟之后压碎 然后再过滤一次 可以更细腻一点 然后取5克吉利丁片 用凉水泡卵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不用 再95克淡奶油 加20克白糖 10克黄油 然后开小火混合融化 白糖融化之后可以关火 然后倒入1%的咸蛋黄 继续混合均匀 接着加入刚才泡卵的吉利丁片 搅拌融化 然后装入保鲜袋 放冰箱冷冻一个小时 如果没有放吉利丁片的话 可以加5克玉米淀粉 然后冷冻的时间可能更长 要3-4个小时 前面的是流沙馅 接着我们来准备奶黄馅 100毫升纯牛奶 加50克白糖 20克黄油 然后是刚才剩下的咸蛋黄 混合均匀 倒入咸蛋黄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混合均匀之后 再慢慢倒入一颗全蛋液 一边倒 一边快速搅拌 放均匀之后 再过筛50克低尖面粉 20克玉米淀粉 20克奶粉 然后开中小火不停地搅拌 最后搅拌到像视频中看到的一样 能够抱团 不粘刮刀 不粘锅 就可以到处放凉 可以包上保鲜膜防止水分流失 表皮干燥 现在开始准备糯米团 用了400克水沫糯米粉 然后加了100克中筋面粉 加面粉的目的可以让汤圆暖落 但是不粘牙 煮熟之后也不会变形 看起来会比较立体 用350-400毫升的开水烫粉 再揉成光滑细腻的粉团 盖上保鲜膜备用 接着取出已经冻定型的流沙线 搓成小圆球 每一个圆球大概3.5克左右 再取出奶黄线搓成小圆球 每一个圆球大概10克左右 然后将奶黄线包上流沙线 搓圆的奶黄线再包上汤圆皮 汤圆皮大概在15克左右 搓好之后就可以下锅煮了 汤圆全部搬好之后就可以下锅煮了 煮到像视频中看到的一样 全部浮起就可以捞出来了 看一下煮好的汤圆 每一个都是圆溜溜的 不粘不变形 口感味道都非常的好 减肥的我又没忍住 吃了五个 谢谢大家